好,大家好,那在何炯的这首枝子花开身中呢,我们今天也迎来了我们的这个枝子花,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它吧。 好,那我们收到这个枝子花之后呢,可以稍微给它松一松。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花苞了,那我们知道枝子花开的季节可能就是我们将要毕业的一个季节, 所以很多女生都很喜欢枝子花,总觉得它好像是一个青春岁月的一个回忆。 好,那枝子花我们其实在室外可以经常看到,有的时候大夏天都在外面走,突然闻到一股清香,一回头原来是一地的这个枝子花开。 那我们这个,所以说枝子花它是喜欢阳光的,因为经常在户外养殖的,我们就可以想一下它肯定是喜欢阳光的。 所以我们平常养护的话是需要把它放到阳光光照比较充足的地方,如果长期这个得不到一个良好的光照呢,这个枝子花可能就很快就会发黄,然后甚至那个死亡。 那我们今天这个枝子花开,它这个设计呢其实是很巧妙,我们看到它一部分这个已经是土壤摘好了。 那么它这个呢有一个棉线两根,它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只要把这个呢放到水里面,然后这个水呢是会通过这两根棉线进行一个倒吸,倒吸到这个土壤里面。 我能给看到,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? 那就是说我们平常啊不需要就是来经常的来给它浇水,它这个水呢自然的会通过这根线进行一个灌溉,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水呢加在这个瓶子里就可以了。 那这样养护起来就会非常的简单。 那我们因为这个枝子花呢已经有很多花苞了,也属于一个生长剂,那么我们可以给这个枝子花呢施加一定的肥。 那给枝子花施肥,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薄肥勤施,就好比我们的人吃饭的少量,但多餐。 好,那我们这里呢可以用这个我们的一个泡层肥,这个用起来跟我们这个溶液就非常非常方便。 嗯,一般来说就是这么一粒啊,我们撕开它啊,这么一颗是对应了是500毫升,那么我们这边水呢也没有500毫升,而且我们这个过多的肥啊也会这个是这个烧根,所以我们这里就掰个一半。 非常方便啊,我们只需要这样拿起来把这个肥料给放下去,它是属于塑溶的,你看,是不是像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维C泡腾片,塑胶,一般来说是一颗13分钟时间。 好,这个就相当于变成了这样一个的营养液。 好,那我们这个枝子花就完成了,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办公桌啊,书桌啊,注意啊,一定要有光照充足的地方哦。 好,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这个